马库勒斯库一行搭乘的航班原计划在29日下午起飞 我省游泳名将孙杨前往宋基给了马库勒斯库一行不小的惊喜 不仅如此,孙杨还送上了自己精心准备的礼物 两台著名的国产手机和一盒象征团圆的月饼 马库勒斯库欣然接受并连声称赞孙杨是Big Chinese Man and Hangzhou Hero 此外,马库勒斯库还详细询问了孙杨近来的生活和训练情况 并祝福孙杨可以保持状态,能够游到2022年杭州亚运会甚至更久 面对马库勒斯库的祝福,孙杨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这个东西就是自己反正也有这个信心 那么我觉得可以去尝试,因为这个东西谁也说不好 我觉得反正尽力做好每一天,那么游到哪一天是哪一天 但至少目前我的目标是在2022年,对 那么就是先自己给自己立一个目标嘛,对吧 那么之后的事情呢,我觉得先把这个周期知道先把东京奥运会比完 那么我觉得再规划下个阶段的事情 是很高兴尽的事情 不是太帆了 这一个固PD今天 am法下手中是人口的都Calns 最后一位新闻的街市标ILY 是步骤